熟读汉末三国史 留下名字的刺客 改变了刘备的命运 攀章部下的司马马中 升勤了曾威镇华夏的关羽等等 只不过这些人不仅被史料一笔带过 没有因为自己做过的大事 名扬天下也没有得到什么实质性的好处 我们今天要说的主人公则与他们不一样 这个人本是一个小小的农民 却射杀了一个名将 当他将这位名将的首级送至京城的时候 便因公封侯了 其际遇实在令人惊叹 那么这个小人物到底是谁呢 他射杀的名将又是哪位 三国志冠邱简传记载 以至慎县左右人兵烧弃简去 简独于小弟秀及孙仲藏水边草中 安封京都部民张鼠就射杀简 传守京都鼠封侯 意思是说当冠邱简逃到慎县的时候 他身边的士族便纷纷逃散 只剩下他的弟弟冠邱秀和孙子冠邱虫 藏在水边的草中 这个时候安封京都部民张鼠 发现了他们并偷偷靠近 射杀了冠邱简 当冠邱简的首级被送到洛阳之后 他便因公封侯了 说到此处 一部分刚刚接触三国不久的朋友 可能会比较好奇 不知道冠邱简到底是何方神圣 更不知道为什么他的首级就值一个侯爵 其实冠邱简是曹魏的一位名将 曾担任过幽州刺史左将军等职 因为有干测脱受为名帝曹锐以忠 另外他还是一位民族英族 曾奉命征讨辽东 并大败距离王立下了赫赫战功 除此之外他还在打下的地盘上发展水利 方便当地的百姓灌溉庄稼 以便于他们安居乐业 受到了当地百姓的爱戴 三国志记载 穿山灌溉 民赖其利 也许有人会疑惑说 这样一个曹魏重臣功臣为什么会落的那样的下场呢 此时还要从高平陵之便说起 众所周知 汉末三国时期虽然脱颖而出的萧雄是孙曹刘三家 但笑到最后的却是没有参与争霸的司马家族 而司马家族真正崭露头角 则是从高平陵之便开始的 毕竟从此之后才是司马义把持朝政的时代 当然了曹魏旧臣绝对不会做事司马家族篡权 于是有了淮南三叛 而冠秋简就是淮南二叛的主将之一 三国志中提到 正元二年正月又会兴数十丈 西北敬天 其余无处之分 简亲喜 以为己祥 遂教太后赵 遂壮大将军司马景王 遗诸郡国 举兵反 不过他们太过相信这等祥瑞之兆 也太过低估了司马师的能力 司马师并没有坐以待毙 只不过下令兼臂物与战 使他们进退两难 军心逐渐动摇 招降了很大一部分人马 之后又失忌 又杀了一部分人马 于是文青大败 投奔了东吴 冠秋简也选择了趁夜逃走 因此出现了开头的一幕 他藏身水边草中的时候 被张鼠射杀 用自己的头颅为对方换了一个侯爵 冠秋简作为一个名将 作为曾经的民族英雄 最终落的这样的结局 死在这样一个小人物手中 实在令人惋惜 而张鼠作为一人小小的农民 却能够射杀这样一位名将 并因攻封侯 其际遇则可谓传奇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